我們從宇宙的這個結構開始 這是很漂亮的東西 不過這個不是照相 這是畫圖畫的東西 那這幾樣東西剛才都是畫圖 那為什麼這樣呢 我讓你知道一下 我們太陽位置是在一個 這個獵戶座的懸背上 然後呢 太陽在獵戶座懸背上 以兩萬六千年的靜動週期 英文的靜動叫precession 那這個靜動呢 基本上是跟這個 我們下一張也會講到這個結構 所以我們現在講它是 整個週期是2.6億 就是說太陽圍這個銀河系中心 繞的這一圈差不多是2.6億 那因為北極星以及這個靜動 這個靜動跟北極星是有關的 你可以比一比這個比例 不得了 這大概是大概10億 這個10萬倍 所以我們要經過這個週期 我們現在什麼瑪雅文化啦 或是講這個 這個跟這個靜動週期有關的 都在用2萬6千 但是其實是跟這個 整個這個週期來算是很小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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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期 非常小 比例非常低 那因為很少科學家去研究 這個星際物質或能量 與太陽系的互動 因為這個主題比較難研究 因為你需要相當先進的設備 你要跟NASA有關係 然後你要能夠某種程度保守一些秘密 你才能去研究這些主題 這個很好玩的一個領域 我們大概可以知道 就是太陽系這樣子 它中間有一個保護的 這個叫太陽風的一個結構 然後它是前面有一個壓力波 然後外面這些東西就是 宇宙層啊 這個其他的這個輻射 就太陽就頂著這個東西往前進 那這個像蛋形狀的一樣的 這個太陽風的結構 然後呢 最近呢 這個科學家發現有所減少 這個這個結構 大概過去20年30年研究這個主題 大概發現大概減少15%左右 這個其實是很有很重要的事情 那這個畫的比較詳細 就是這些這個 我們都知道有些什麼 太陽的這些電視場 然後最後他畫一下 就是比較詳細的 這個太陽系在這個附近 就是它有一些這個星塵在這個周圍 周圍是我們比較近的一些星星 像這個天狼星 跟我們距離差不多四個光年左右 四個光年左右 所以這附近的這些星星呢 它事實上跟我們有相對位置 然後我們是不是進入所謂的光紙袋 那這個我還要討論一下 因為有些名詞事實上不是科學的名詞 那這個地球的進洞我就剛才講了 這個它跟這個北極星有關 所以它是一個像陀螺一樣的這個不斷的 但是這個周期很快 一秒鐘或兩秒鐘一個 但是我們現在講這個周期是兩萬六千 我們知道2012這個主題很多人要講 喔地球太陽跟銀河系中心連成一線 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 科學界只能跟你講過我們不知道 但是呢我們知道的有一些事情 我們可以去想想看 可能會發生什麼事的話 我們知道當我們穿過地球赤道的時候 颱風會轉向對不對 原來是右旋的變成左旋 或者是原來是順時鐘變成反時針 那所以當你這個太陽系整個 譬如說從這個銀河系赤道的北邊 到南邊的時候 是不是中間有些變化 這個沒有人去研究的 因為我們沒碰過嘛 因為這個時間軸太長了 我們的科學才不過兩百年三百年五百年的歷史 我們其實人類的這個歷史才不過五千年 甚至這個十萬年這個歷史 所以我們沒有這個 這個知識去連接這些東西 好 那這個東西呢 裡面事實上有一些少部分的科學 所以他研究這些東西 那像這種比較創新的人 那像這種比較創新的人 U.C. Berkeley一個教授 叫做Rich Mullen 還有他的研究生 在2005的時候他發表在Nature 就是科學界比較有分量的一個雜誌上 他事實上是用過去五億四千萬年的海洋 氧化資料 這是這個教授匯集的資料 他的資料非常全 所以呢 他們兩位去研究 結果發現很清楚的 有六千兩百萬年的生命絕緣 而且畫圖畫出來是這樣 這是Samson Chronicle 舊金山記事報畫出來的一個剪圖 來源就是U.C. Berkeley 所以很清楚的就有六千兩百萬年 那火山爆發當然是可能原因 但是太陽系銀河上 這個上下銀河系的周期更有說服力 那這個東西呢 這個是六千兩百萬 跟那個剛才講的那個勁動 兩萬五千年是不同的東西 一個是六千一個是兩萬多 六千多萬 所以那個比例也是很大一個比例 那我們知道2012馬來亞預言引起的科學討論 大概有這些 X行星太陽飛子周期十一 這個是十一年 飛X周期有時候是百年 他原來是相信是X行星可能會撞地球的 他現在他會改變這個意見 他認為不是這樣 然後因為NASA去年才告訴我們 我們看了半天天上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沒有X行星要來創地球 那其實在New Age裡面 就是那個新時代或是新紀元裡面 你可以看到什麼Nibiru Nibiru有個星叫Nibiru來創地球 那現在基本上Karen said 我沒有看到啊 要創的話 2012要創的話 我現在應該給你們看到了 還是沒有看到 所以這個東西現在越來越少人講這個 黑子還是很多人講 因為事實上黑子很重要 因為去年 我們知道NASA 而不是那個美國國家科學院出日本報告 特別講這個主題 剛好是在2012這個電影出來之前 所以幫那個電影促銷 結果李欣平那時候寫那本書 也特別引用這些資料 當然是我們給他的這些資料 那旋轉地軸的進動 剛剛就講26000年 銀河系中心重力波 這個也有人講 但是基本上這個也是 就是說實驗證據很少 還有太陽系上下銀河系周期運動 那這個就是比較合理 但是我們從來沒遇過 只是在生物系 生物的這個紀錄裡面 這個周期是存在的 我剛剛講的 他的這個也是存在的 那其他非科學性討論 我要講的光子帶 天狼 或者是 就是這個 毛修星旋轉周期 這個東西為什麼我說 它不是科學性的討論呢 我不是說它完全不可能成真 但是呢 我是看了很多這個 這個新時代 新紀元的東西 以及跟這個科技的一些比較 我發現他講這個東西 真的是 有時候是亂講 他畫一個圖 說太陽所懸繞的這個 這個毛術星為中心的一個區域的 這個周期旋轉 他就隨便畫的喔 他完全不必要去 去做任何的驗證 去拿星圖去弄一弄 他隨便畫給你 然後國內有很多人 就這樣去用喔 光子帶也是這樣 有人說有九個光子帶 有人說一個光子帶 然後就畫一個太陽系 然後畫在他手錶帶一樣 後來就是變成光子帶 這真的很荒謬 你拜託啊 你至少斷解這個基礎物理的工作 所以呢 我在這邊講說 這個是非科學性的討論 所以任何人開始跟你講這些東西 然後他不跟你講的比較清楚 基本上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所以那個時候 我當去看那個李欣平的書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你一定要小心這些事實 不能把這個傳說跟事實混在一起 然後這個木勒教授是誰呢 他的指導教授 就是當他年輕的時候 像這個樣子的時候 他的指導教授叫Louis Alvarez 這個人我還有寫過信 這個人呢 他是1968年諾貝爾獎物理的得主 然後他在1981年代提出恐龍 因為隕石壯體絕滅 我們都知道那個故事 National Geographic Discovery 然後一天到晚講這個隕石打死恐龍 然後這個隕石洞 是在墨西哥的尤克坦半島 就發現 所以這個東西應該百分之八九十 科學界是接受的 可是你要知道當時考古學界 沒有一個支持他這個 這個Alvarez的意見 除了他兒子 他兒子剛好是考古學家 所以大概一次為什麼Louis Alvarez 去研究這個主題 所以他兒子考古學家 所以他們兩個這個火花 創意的火花就這樣起來了 但是考古學認為說 你撈過界了吧 你管物理的就夠了吧 你他媽管我到這個考古界了 結果科學就是因為這樣的進步 所以科學基本上是 往往是因為外行 或者是外領域的人跳進來 有一些新的發現 那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隕石創集就是這樣 穆勒教授最近還寫了一本書 這個當然查閱算後 每個總統都應該知道的科學 物理 去年才出的 好 這個圖很奇怪 這個圖就是大陸的一個 人叫做高歌寫的 高歌 這個名字也很奇怪的一個 那 我最後會講比較詳細 但是我在這邊跟你講的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 他說銀河系是兩億八千八百萬 我們剛剛提到兩億六千萬 繞一圈嘛 他說又兩億八千萬 他把這個數量級又準確了這個十倍 然後又說呢 這個是一個繞銀河系的一個周期 然後呢它中間可以分成十二段 有五種不同的生長環境時期的獨特圖 這個開玩笑 這科學家怎麼會知道這個東西啊 你去看他的書喔 這是那本書嗎 我們老師指他有一本 這本書啊 他是說啊 天上告訴他 天上告訴他 那時候你就不知道怎麼去評斷 但是呢 我們評斷應該就是 用他的可不可以預期未來 以及他的解釋合不合理 至少從解釋合不合理開始 那這樣他講這個十二 你要知道就是說 這個一個星球在太空裡面走啊 他是按照這個形式 他不是直線的喔 他是螺旋的 那這個螺旋呢 而且他這個整個這個 是他這個圖畫的不對喔 他這不是一條直線 從螺旋從後面到前面 不是喔 他是這個東西上面還有螺旋喔 他是一個螺旋裡面 在一個小螺旋 中螺旋 大螺旋 這樣子螺旋 所以這個世界喔 基本上會不會有這種狀況 非常可能 非常的可能 有這種狀況 他裡面說是什麼呢 我們每一次到這個銀河系中心 都會遇到一塊區域 這塊區域呢 太陽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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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生命會造成大滅絕 那這個時間是兩億八千八百萬 我們來看看他的預測怎麼樣 這個是科學界可以接受的 就是這個 這個叫做地質 考古生物與地質科學界 對於古代地質的分類 這是這是八九不離十 大概就是這樣 你在網路上可以抓到這些東西 看那個生物教科書 或地質教科書 都有這個東西 那我們再把高歌 預計的這些東西放上來 三次 就是現在是在這裡 那前一次在這裡 兩億大概是四千多萬年 然後再前一次 五億兩千多萬年在這裡 你看 因為你要知道這個圖 科學界只能超越了大概 大概大概大概這個 就是一千萬 一億年以前啊 這些邊際啊 都是不準的 它因為它沒有科學的儀器 去測這些東西 不像比較近的這個生物 你可以用什麼 什麼碳定位啊 什麼這些 它沒有辦法去定位這些東西 它只能大約估計 所以你看啊 現在 這上一次我們遇到一個大的邊界 看到沒有 顏色不一樣的 然後這邊也是 遇到一個大邊界 所以這個 欸 有點 有點好像它 有點關係喔 你把這個東西 再加上剛才 Yussi Bertrand Muller講的東西 你就知道 天文對地球 以及對我們的生物是影響很大 非常大 很多科學家不知道這個事情 因為它這個東西 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skate 太大 或是說這個這個 中的主題太大 科學家 因為它的領域都很窄的 尤其國內 所以王文公恩 不只一次跟我講 他說我們是科學的邊垂利帶 這真的是這樣 一個就要說一輩子能夠上一篇nature 就不得了 你看報紙有時候經常講 nature哇 發現這個發現了 我认得一个教授 他一年上20篇Nature 这也是我们圈内 然后我本来想请他来演讲 他不能来 除了这个李校长之外 我就想请他 结果他不能来 很可惜 他一年20篇Nature 那好 我们就知道这个 高歌的这个东西 可能有所本 虽然它是天上来的资讯 可能是有所本 我们到后面还会讲高歌 高歌是个很奇怪的人 不过是在大陆